大家好 歡迎來到怡主的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蒸雙色椰汁糕 材料包括175克木薯粉 25克煎米粉 400毫升椰汁 大約150克片糖 我預備了兩片 還有200克水 首先把尖米粉和木薯粉拌勻 拌勻後加入椰汁 然後再拌勻 慢慢拌勻讓它沒有粉粒為止 另外我把200毫升水分開兩碗 每碗都是100毫升 現在把其中一碗連上兩片片糖 煮溶 放進鍋裡用中慢火 慢慢煮溶 椰汁和醬汁和醬汁混合後 最好再拌勻 蒸出來會比較滑 盡量不要用這麼大的火 否則水分就會很快流失 片糖差不多溶的時候 然後可以關火 讓它慢慢慢慢融 這個已經過濾了的椰汁粉漿 我們會平均倒在兩個碗上 一個是100毫升的水 另一個是片糖的水 應該大家的份量差不多 我現在會放冷 就是片糖的水 另外我預備了一個玻璃兜拿來蒸 用玻璃兜就最好 因為它一陣子的霧就很容易倒出來 現在我又煮定糊水 等它水滾就可以開始倒鍋粉漿了 我現在會把100毫升的水倒進椰汁那裡 然後再拌勻 而這個片糖水 我們攤凍之後 倒在另一個碗裡 然後拌勻 現在已經預備了兩碗 就是差不多份量 水滾之後 我們首先會放大約兩盒 我會選擇用片糖的粉漿 然後我們會蓋蓋蒸三分鐘 三分鐘之後 我們現在會把椰汁那裡 放兩殼下去 再蒸三分鐘 我們會重複這個步驟 直至用完兩面的粉漿為止 今次的份量就是大約蒸到六層 現在蒸好了 我就會關火攤凍它 我就剛剛移了那個 雙色椰汁糕就出來了 我們切開一件件就可以吃了 DELICIOUS 好味 如果你喜歡 給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FANK YOU DELICIOUS DELICIOUS DELICIOUS